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温老师 那今天要教大家如何使用CAM Scanner 来扫描你完成的这个功课 并教给老师 为什么要使用CAM Scanner呢 因为我们要把它变成PDF 变成PDF过后会比较方便老师去批改 也方便大家收到文件的时候呢 不会有太多的照片 可以非常简单 只需要几个步骤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Let's go 好 那首先呢 我们只需要去到Play Store 先去把CAM Scanner给下载下来 所以找到CAM Scanner 就是这个华文呢 好像是叫扫描王的 不过没有关系 大家可以在不管是用华语版本呢 国文版本 英文版本 你只需要打CAM Scanner就可以找到它了 那下载过后呢 我们就把它打开来吧 好 老师从老师的界面这边 CAM Scanner按进去 好 进来这边过后呢 这边是老师之前扫描过的东西 那我们要扫描新的东西的时候 我们就点击右下角这里的 这个相机打开它 好 那比如说今天我想要拍这个练习 那首先老师跟大家说 我们如果你要拍很多张的话呢 请你打开右下角这个Bash Mode OK 它有分两个 一个是Single Mode 一个是Bash Mode Bash Mode呢 就是可以不断的拍第一张第二张 那你就不需要拍完一张 又去拍第二张这样子 OK 所以我们打开Bash Mode 那第二个呢 为了让你的照片更加清晰 请你打开你的Torch OK 我们有Flash On 但是Flash On的话就是闪光灯 我们不要我们要一直开着的Torch 所以透过一直开着Torch呢 拍起来的照片也会更加清晰 那我们首先就来 看清楚对准来按下拍照 好 过后第一张好了 我们你看它已经存去右下角 好 但是我们还想再拍第二张 我们就继续 好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拍照 我们就点击右下角 好 这时候它会自动扫描你所拍照的这个范围 好 那比如说今天老师不小心 好 拍到一些部分是我不想要的 比如说今天我不想要这个题目 好 那你可以按Crop 好 Crop 这里呢 你就可以进行调整 那如果我想要丢掉上面的部分 我可以用Crop的方式去调整 它还有一个小小的放大镜 你可以去调整它 可以调整好 过后你只需要按打勾 它就会把你剪掉了 OK 好 那现在完成了这个 我想要命名 OK 好 比如说今天这个是我拍的 我想要交给老师 我想要说我的名字是什么 小温老师 OK 按OK 那所以这整份呢 好 这个练习呢 就是属于小温老师的名字 好 完成过后 那当然不要忘记检查一下 第二张是不是也是漂漂亮亮的 OK 如果OK的话 我们就来打勾 好 最后一个步骤 我们现在要把它发给老师了 好 这边有几个选项 我们直接按这个 OK 过后呢 我们选择Share PDF OK 它就会再给你看过多一次 OK 是怎么样 OK吗 OK的话 按Share 然后选择WhatsApp 然后你就发给你想要发的人 OK 好 是不是很简单呢 那下次 请使用Camscanner 拍照发给你的老师 把它变成PDF格式 方便老师也方便大家 那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点赞订阅 下期影片见 拜拜